浓烟不断冒出 设置为检疫旅馆的彰化桥友大楼 在6月30号晚间7点52分发生火警 不幸的是这场大火夺走了四条人命 包括一名消防员以及三名检疫旅客 20人受伤送医 而检疫旅客中有一位来自达关部落教会的传教士不幸罹难 根据罹难者有人表示 传教士刚从泰国返台就进驻彰化这家防疫旅馆 这个陈牧师讲的是测试 那姚姓是说误触 反正这个警铃的错动 就是想起来的这个动作 旅馆是把它当成是不是真的 然后就用广播的方式请各位回到房间 不要出来 不要出来 大概试过大概半个小时吧 那个就有烟上来了 但是那个烟还不是很大 但是有味道有烟 这时候有消防员已经上到九楼 然后再次守护他们 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不要出来 桥有大楼有15层楼高 大楼内的七八九楼作为防疫旅馆 彰化县政府表示 防疫旅馆内共有31位受困者 有两位员工29名住客 直到清晨3点50分左右将受困人员全数就出 造成4人死亡 20人受伤送医 8人转至临近旅馆 对此彰化县政府在7月1号下午召开 记者会说明最新进度 大火炎烧将近8小时 彰化县政府表示 由于火势从2楼快速往上炎烧至3 4楼 导致浓浓黑烟往上窜身 5楼以上各楼层高温黑烟弥漫 甚至消防人员借由高空云梯车 仍然无法进入现场 严重阻碍消防人员抢救工作 至于起火原因 仍然还等待厘清 原事新闻 今天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